全球現場持續帶來聚焦的是以哈戰士 現在以色列持續對加薩發動襲擊 但這一回就連盟友美國也不停 並且拜登還說了重話 因為在1號晚間空襲加薩走廊 炸死了美國的人道救援組織 世界中央廚房有7名人道救助人員 因此而罹難 這些人的國籍包括了美國、英國、澳洲 還有波蘭當然引發的是 西方盟友的強烈不滿 好現在以色列參謀總長哈勒維 他就承認說軍隊的確犯了嚴重的錯誤 認為這樣的狀況是不應該發生的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喊話 認為這件事情應該要立刻 迅速的展開一個公正的調查 英國首相蘇納克也表示說 對於有英國的國民命喪於這一次的攻擊 他覺得非常的震驚以及悲傷 好儘管以色列表示說 這起事件是意外是誤詐 但不是鎖定 可是呢 人道救援組織 也就是當事方這個世界中央廚房的創辦人 安德瑞斯則表示 以軍是有計劃逐量轟炸 並且是系統性的針對他們的車輛來發動攻擊 好其實這個世界中央廚房 他是由西班牙裔的美國人安德瑞斯 還有他的妻子所創立的 這個組織是在2010年 當時海地發生地震之後就創立 初衷是為了這些災難當中的 倖存者幫他們提供立刻可以吃的一些食物的救援 他其實是一個廚師 在美國的餐廳還擁有兩顆米其林的星星 好其實呢 後續也對於加薩當地的人道救援幫了蠻大的忙 好不過現在對於以色列對這個人道的救援組織發動攻擊 對此美國總統拜登他也說了重話表示非常的震怒 也很心碎 並且痛批以色列 應該是要要求他們要加強保護平民 世界中央廚房就表示當時其實有三輛車外觀都有清楚的標示 也有事先把動向通知給乙軍知道 但是仍舊是遭到攻擊 所以覺得非常的不合理 甚至呢 現在也希望可以進一步的徹查這件事情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車隊多次遭到這個乙軍的攻擊 而且甚至有車子的車頂被炸出一個大洞 拜登批評以色列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 向巴勒斯坦的民眾提供急需的援助 而現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他也承認以色列應該要為這件襲擊事件來負責 並且他也說對於悲劇表示相當的遺憾 而現在白宮的立場是希望以色列可以迅速的調查 並且嚴懲該負責的人 那些訊息會被公開 並且有相當的負責責任 不過呢這個後來以色列國會同一天是以71票比上10票通過這個法案 也就是為了納坦雅胡他可以關閉半島電視台來鋪路 好現在納坦雅胡他的確可以關閉掉半島電視台45天 而且這個期限還可以延長到7月底 甚至說在這個乙軍在加薩這邊軍事行動結束之後這麼久 那現在呢其實美方他們也對於以色列可能接下來的行動有一些看法 他們認為說這樣子可能是傷害到新聞自由 先來聽以色列當局的說法 好其實這個半島電視台總部是設在卡達 一直以來都是強烈批評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 因此就被以色列政府視為是眼中釘 半島電視台則是批評以色列的指控是相當的荒謬 是傷害了他們的新聞自由還有新聞工作者的人權 而現在美方對這件事情也表達關切強調要保障新聞自由 也重申支持各地的獨立媒體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要請給你支持